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我们去给妈妈买衣服的话呢 很多人也会想着我就逛一些中老年的服装店 那其实我们的妈妈是不是都一定得穿的是中老年的服装呢 我相信其实很多的最近流行的很多博文啊推文啊 都在讲80岁的女人啊会怎么样国外的一些女性 我们会看到其实那些60岁80岁的很多女性穿着的 是跟我们一样的衣服 他们整个人的那种状态散发出来的那种朝气 尽管是已经到了这种年龄 有了这个年龄的沉淀和阅历 但是仍然具有这种年轻的活力和朝气 所以呢我们的妈妈是不是也可以穿成那样呢 当然了因为我们自己的妈妈呢 她可能自己的习惯 她的环境 以及她的这种思维方式 不具备那么的新潮 或者是不具备那么open和开放的状态 她们可能穿不了我们看到的那些什么 时尚奶奶之类的这样的着装 但是我们的妈妈是不是也可以走出 这样一些传统的中老年女性的着装模式呢 我想我们真的是可以的 以后我们要再给妈妈买衣服的时候 我们就不要再去看这些花的 然后呢款式呢 非常的传统和保守 一看就是中老年化的这样一些款式和服装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给妈妈挑衣服 其实呢 给妈妈挑衣服 我们首先要把妈妈的这种着装习惯 考虑在里面 我们的妈妈可能大多数的妈妈都是五六十岁 可能到六七十岁的这样一个年龄呢 那么这个年龄的女性呢 其实在年轻的时候没有过过什么很好的日子 大部分没有过过什么很好的日子 在着装上呢 其实也都非常的匮乏 不管是从款式和色彩上都非常匮乏 所以到了这样一个年龄他们可以自由地享受自己的生活 然后呢 现在的社会又给到大家那么多的这种丰富的物质的时候呢 很多性格外向活泼的妈妈会喜欢穿一些花衣服 可能她不敢穿太花 怕觉得人家舒 怕别人舒 但是呢 其实都会喜欢穿一些花的 颜色上呢 也可能比较鲜艳的 那有些内敛一点的妈妈呢 性格内向的妈妈呢 就喜欢穿的一些素雅的衣服 但是不管是花的还是素雅的 我们会发现 妈妈们穿衣服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 就是舒适 到了一定的年龄以后 就不想再委屈自己穿什么那些 看上去紧绷的呀 然后呢 太过于绑在身上 让自己难受的呀 到这个年龄呢 穿衣服都喜欢 身体能够自由地活动 然后呢 服装的面料要够柔软 穿在身上要非常的舒服 没有那种冷冰冰硬邦邦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给妈妈们挑衣服的时候呢 这种面料的舒适性柔软度 是我们特别要去考虑的 然后考虑了这样一种柔软舒适之后呢 还要适当的宽松 适当的宽松 就不像我们年轻人 愿意为了美都可以紧一点啊 然后腰低一点啊 然后露个胳膊 露个小肚脐啊 露个腰啊什么的 那到了一定年龄的女性呢 我们身体上呢 自己本身的身体素质 也受不了那么多的风啊 寒啊凉啊之类的啊 然后呢 再加上呢 不喜欢太多的约束 所以宽松的 然后能够遮住胳膊 遮住腰 遮住臀啊 然后能够有 不管即使是在夏天 有适当这种保暖性的 不让她们随便 霜风招凉的服装 其实是最受她们喜欢的 还有就是这种领子啊 有很多妈妈 可能身体单薄一点的妈妈 会喜欢有领的衣服 那如果身体很健康的妈妈呢 可能也会穿到一些 低领的 适当的保护这种 脖颈部位的这种温暖度呢 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们给妈妈们买衣服呢 要非常非常注意这两个点 这是她们实用性来说 很强调的一个点 因为到这个年龄呢 其实眉已经让位于健康了 所以保证健康 保证自己身体的 这种舒适度的前提 在这样的前提下 我们再来考虑妈妈们的 这种美感 所以呢 舒适柔软的面料呢 大家去买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摸到 夏天的话呢 一些柔软的真真棉类呀 或者是真丝类呀 都是比较柔软的 还有呢 如果想要舒适的话呢 其实我建议给妈妈们买的衣服呢 尽量少化仙的 其实现在很多的中老年的服装 都是化仙为主的 化仙就是什么狄轮啊 什么什么尼龙啊 等等等等 类似这样的 颈纹啊 类似这样的一些面料 这些面料特别好打理 看上去摸上去 可能也很柔软很舒适 但是其实它的那种 稀释透汗性并不是很好 而像天然的 丝呀 绵呀 麻呀 包括毛啊 这样的一些面料呢 它穿着的舒适度会很舒服 对于妈妈们的这种身体来说呢 如果能够选择棉麻丝毛类的这种天然纤维的 其实是很好的 当然可能还有一些包括现在流行的一些什么竹纤维啊 什么木浆纤维啊 就是木道尔面料啊等等 这样一些都是可以的 它们都是有天然成分在里面的 所以呢 从面料的这种舒适度上来说呢 一个是成分上尽可能的倾向于天然啊 尽可能少用一些化鲜的面料 那其实很多中老年人他不是很介意这一块 他会觉得化鲜的他感受不到 他可能不是特别敏感觉得啊 这个化鲜的在身上的这种舒适度怎么样 那如果妈妈们在这一块不是特别介意的话呢 如果有一些款是好的化鲜面料呢 也可以考虑啊 但是我是尽可能的建议以天然面料为主 这是真正的带来舒适的东西 那么除了面料上的这种天然性 会带来真正的舒适感之外呢 就是面料的柔软和细腻啊 柔软和细腻 你这个大家去摸就好了 那么在款式方面呢 我们给妈妈们买的服装呢 尽可能的偏宽松 如果这个款式是比较修身的呢 你可以给妈妈买大一码 这样的话呢 也会让她穿着略宽松 让她的身体能够自由 不要那么受舒服 那另外呢 除了这两个实用性的点之外呢 要让妈妈们好看 很重要很重要的就是 不要去中老年的品牌里边挑服装 给妈妈在你能穿的品牌里边 去挑服装 像前段时间我妈妈 快七十岁了 我妈妈最近喜欢跟很多朋友出去玩 然后呢 这个年龄的比较开朗一点的女性呢 阿姨呢都会喜欢拍照 拍一些很漂亮的照片 所以大家去观察一下 很多妈妈 这种这个年龄的妈妈们 去拍照的时候 都喜欢拿个那种彩色的围巾 然后拍照飘着呀 披着呀 都会觉得起色 她们叫做出色 在照片上看着会很好看 所以呢 我妈妈也是一个很外向的女性 她经常最近经常去活动拍的照 我看因为我不在她身边 所以呢 不怎么注意她的这些服装 看了之前她参加活动拍的几张照片 我觉得哎呀 这件太难看了 太不好看了 所以呢 我就去给妈妈买了一条裙子 我并没有在中老年的女性品牌里边买 我竟然是在only这个牌子 大家都知道only是一个二十几岁的这种休闲品牌 我竟然在这个牌子里 给妈妈买了一条暗红色的花裙子 那她穿上以后拍照非常的开心 她也觉得非常的好看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们给妈妈买衣服 尽可能的不要在中老年品牌里边去挑 我们去你能穿的年轻品牌里边去挑 但是挑一些什么样的款式呢 这个很重要 挑一些柔和大方的款式 什么叫柔和大方的款式 因为我们很多年轻人穿的衣服 可能会有一些棱角的东西 比如说有个闪电的图案 有一些很尖锐的这种装饰 或者带点毛钉 有一些看上去线条非常硬 生硬的这样一些造型的轮廓 这些造型和轮廓呢 其实会带来很强的时尚感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潮流都是这样的 但是呢上了年纪的女性呢 其实是不喜欢那些很生硬的东西 她们喜欢柔和 所以这种柔和呢 就是这个款式呢 有一点点柔软的线条 即便是这种明显的横线条 它也是因为面料的柔软 带来一种柔软感 这个就是一种柔和 如果我们穿这样的连衣裙呢 其实这个因为面料的柔软 也会让这个款式看上去 没有那么盔甲般的那种生硬感 它也是带来一种柔软的感觉 所以呢 其实要带来一种柔和感 就是我们给妈妈挑的款式和图案 不要有生硬的尖锐的造型就可以了 这个就可以带来一定的柔和感 那么什么叫大风呢 其实给妈妈们挑衣服 不需要太时尚 像这两年流行什么 威拉库啊 流行什么破洞的呀 流苏的呀 然后这个夏天我们比较流行 大荷叶边什么露个尖啊什么的 这里再破洞啊 开个口啊 像这些很潮流的什么大蝴蝶结啊 潮流的流行的元素 不要给妈妈们挑 这些叫做时尚 是给年轻人的 但是呢 上一定的年龄的女性呢 其实方便性辩解性是很重要的 而且穿着的这种大方得体是很需要的 所以这种大方的感觉呢 主要是款式要相对简洁 而且是比较传统的款式 不要有太多的流行元素 这样的款式就可以带来一种大方的印象 规规矩矩的 我没有这里歪一个边 然后那里那里破洞 都是非常大方 比较经典的一些款式 比如说连衣裙啊 筒型的也好啊 A型的也好啊 都其实都可以 不要有太多的这种花里胡哨的装饰 然后呢 稍微宽松一点的这样一个上衣 休闲的上衣 但是呢 袖子也有 领子也有 然后呢 下巴也不会特别的短 长短 适中 裤子一般的这种阔腿裤 没有太多的什么 这抽个边啊 那里再盖一条布啊 没有那些花俏的设计 这些就是一种大方的感觉 那包括像这样的衬衫 图案是比较规则的 那我们当然有些妈妈喜欢花色的话 你可以给妈妈挑花色 也没有问题 颜色鲜艳一点也没有问题 但是呢 这个款式看上去 就是比较经典大方的款式 没有太多刻意的设计 那不要搞个什么长喇叭绣啊 然后散出来呀 再加两条边啊 这些都不用 简简单单的 但是呢 我们可以在颜色上 或者是在图案上 有一些亮眼的东西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大方经典 大家其实看到这些衣服 像这样的裙子 其实二十几岁的女孩子是不是也能穿啊 那如果我们的妈妈是一个性格比较内敛斯文的人 然后比较白净 穿一条这样的裙子会非常的优雅 非常的好看 它不会让妈妈有半嫩的嫌疑 反正会让妈妈看上去非常有朝气 又年轻 那像这样的这种带点宽松 然后比较清晰的 有活力的这种橙色条纹的服装呢 就比较适合那种性格外向一点的妈妈 这样的话呢 喜欢动的妈妈出去戴个帽子拍照啊什么的 其实都很好看 会很轻易的就跟同龄人区别开来 穿出一种比同龄人显得更年轻的架势 当然有些妈妈可能喜欢比较短装大方的 那我们不妨给妈妈选择一些拨点 拨点也是上年纪的女性啊 其实它是很不挑人的一个图案 那上年纪的女性穿呢 会显得很年轻 像这种拨点的图案的 然后我们可以配一些窄腿一点的裤衔 稍微窄腿一点的 但是如果要窄腿一点的话 它会显得年轻 但是呢可能活动的时速度 就没有那种宽腿的那么舒服 所以呢要注意那个面料呢 最好带点弹性 这样妈妈们穿着又舒服 但是又很修行 面料垂直一点 这样会把妈妈的身形穿得非常的好看 这个就是给妈妈们挑服装 我们要注意的几个点啊 首先是实用的这种舒适和略为宽松的感觉 然后呢其次呢 记住在年轻人的品牌里边 挑柔和的大方的款式 其实你妈妈就可以穿了 所以很简单 其实如果要给妈妈挑衣服的话 你看看这件衣服 要想妈妈穿的年轻穿的好看 你看看你能不能穿这件衣服 你可能穿这件衣服会显得有点老气 但是不会太难看 那这个妈妈穿起来就会显得年轻 这是一个选拨的标准 那看一下这些都是我们明星里边 妈妈级的人物了 林青霞 大家看到 还有赵雅之 他们穿到的其实都是年轻人可以穿的 像这样一条裙子是不是跟我今天的这个衬衫有点点像啊 就是这种交叉里的啊 然后这种暗红色的暗红色对于成熟的女性来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颜色 所以如果我们的妈妈 你想给她买 如果是内向一点的妈妈 就给她买一些比较隆重的长头穿的衣服 那如果是外向的妈妈任何时候都可以 这种暗红色特别适合他们这个年轻的人 穿起来会非常的有精神 会非常的好看 那你们大家看到 其实这里边都是一些款式非常简洁很大方的 看看赵雅之的这一套粉色 记住给妈妈们挑粉色其实也是很好的颜色 但记住是灰粉色 不是那种嫩粉色 这个颜色里边带点灰 粉的没有那么明显 发灰的影响更多一些 这种灰粉色会让妈妈显得特别的雅致 特别的优雅 有很好的简铃的效果 像这些呢 像风衣 其实性格利落一点的妈妈穿风衣也会非常的好看 也会很精神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给妈妈们去参考的一些款式和色态 好了 这就是给妈妈的着装建议 你们有没有学到呢 回家给妈妈搭两套衣服 或者给妈妈买两套衣服 记住啊 这个衣服一定是你也能穿的 而且你穿起来不会太难看 大不了老气一点点而已 甚至都有可能不会老气的衣服 试一下吧 好了 下节课我们来讲 他的穿搭 你的他的穿搭技巧 我们下节课见